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此时此刻是2019年6月2日的晚上的8点30分 秋雨和堂如期的如时的乖乖的浮出水面来了 今天晚上啊跟各位朋友谈的是一件事情 到今天为止秋雨和堂把意大利简史已经读完了 是江乐兴先生编写的意大利简史 所以今天咱们做意大利简史的这么一个大结局 我们从哪开始呢 我们还是从一个一段小文字 然后任由秋雨和堂 用自己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去跳来跳去吧 争取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让大家陪伴我这一个小时能够有那么一丢丢的收获 在世界历史上 意大利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呢 意大利的发展也就是罗马帝国的兴衰 一说罗马帝国大家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熟悉 意大利呀 意大利这个国家可是不得了啊 意大利最早的时候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斯巴达人 斯巴达克起义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我强力推荐大家看那个 可能彩色影片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拍了那么一个电影 拍的可真好啊 我给大家跳一下 首先跳第一步 斯巴达人 斯巴达令人瞠目结舌的教育儿子的十种方法 提起斯巴达总是让人情不自禁的联想到他们英勇的军队和自我现身的精神 不管是因为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的火爆还是得益于常识 波斯希腊温泉关战役几乎都是家喻户晓 国王列奥尼达斯率领三百名斯巴达勇士在温泉关同波斯军队血战了三天 拯救了希腊 但斯巴达勇士在战争当中全军覆没 即使是在古代 斯巴达人也总是显得与众不同 令人生畏 斯巴达城之独特 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综合来看他便是军事界工人膜拜的宗教教派 城邦在公民生活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城邦甚至还规定了子民结婚的时间 在某种程度上 城邦控制了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男性幼年的时候便要参加军事训练 斯巴达城的女人和同时代的女人相比享有更多的权利 但是从任何一方面来看 斯巴达仍然是一个等级社会 斯巴达所有的居民都必须终生从军 一直服役到啥 至少要服役到60岁 除此之外 城邦里没有其他可接受的职业 也就是整个斯巴达城 就是一个兵营啊 为了让斯巴达人为军队尽力 斯巴达的男孩必须完成斯巴达的魔力教育 才能成为训练有素的斯巴达的公民 如果一个家庭无法为他的孩子支付魔力教育的费用 他们将会失去公民的资格沦为 皮里阿西人 也就是居住在城邦的自由民 没有政治权利 需要向奴隶主纳税 为他们服务 因此斯巴达社会非常重视魔力教育 斯巴达人对童年的态度与我们截然相反 斯巴达是孩子 就是把孩子看作是城邦的资产 而不把他们当作活生生的有感情的人 第一个 婴儿裂酒欲 这些酒看起来够整个斯巴达村民泡澡了 在古代有这样一种观点 把婴儿放在酒里泡澡 可以检验他们是否强壮 因为人们认为酒会让虚弱的婴儿抽搐 斯巴达人使用了优生学的基本方式 他们不在乎新生儿的生和死 他们只对新生儿尽可能多的培育成为国家的战士 他只是对把这个新生儿尽可能多的培养成国家的战士感兴趣 斯巴达不允许父母和自己的孩子形成深厚的感情的纽带 因此他们的习俗是把所有的新生儿泡到酒里泡澡 一旦他们完成测试 他们的母亲就会把婴儿送到元老院或者长老那里去仔细检查 如果长老们认为这个婴儿很健康 会把婴儿送到母亲手里 允许他继续存活 如果长老认为这个婴儿太脆弱 无法为城邦做贡献 那么婴儿就会判处死刑 斯巴达人的奇异的逻辑认为 杀死婴儿并不妥当 很多脆弱的新生儿 被丢到了塔吉图斯山的斜坡上 也就是在野外自生自灭 要么饥寒交迫而死 要么被野兽吃掉 要么就是孤独的死去 其他的一些幸运的新生儿 会被送到西罗人当孩子 如果这些孩子在幼年的时候能够生存下来 那他们则会有穷苦 劳苦穷困的生活 甚至将来可能受自己的血亲的折磨 下来第九个方式就是累死战场 难死战场 女育战士 战死沙场死得其所呀 斯巴达城希望所有的男孩子都成为战士 所有的女孩子目的就是为了给国家生育战争的孩子 斯巴达人把死者埋葬在生者的旁边 通常不设任何墓碑 但此规定有个例外 战死沙场的男人会被授予刻有名字和因战牺牲的提词的墓碑 至于分娩的女人也会得到一个墓碑 而其他任何形式的死亡都不值得纪念和缅怀 这种做法能确保孩子长大成人之后 尊敬那些为国家献身的英雄 并以他们为榜样 努力朝他们看齐 第八个 严教出精英 斯巴达人从来都不缺乏严厉的爱 斯巴达人七岁之前和父母同住 七岁之后接受斯巴达士的教育 墙堡中的婴儿 与其说是生母所养 不如说是护士的抚养下长大的 他们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候 父母从不骄纵溺爱 每年都只给他一块布 让他们自己学着适应四季的变化 孩子们必须赤脚 因为穿鞋只会让让双脚太过柔嫩和脆弱 还提时代 大人们就鼓励他们要勇于面对一切 对啼哭不止的婴儿 大人们也不会进行安抚 而让他们哭个够 男孩子们即便与母亲同住 还是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和父亲待在一起 随父亲一到在食堂用餐 除非出身贵族 否则不论男女都要帮着做农活 这样家庭农场就不需要雇佣外人 同时家庭也为男孩子接受斯巴达士的教育 打下了精神经济基础 第七种教育 长辈接父母 斯巴达儿童是所有的长辈如同自己的父母 因为许多斯巴达人都是手持长矛 因此把长者看作父母不失为是一个好主意 古希腊的其他城邦的国家流传着众多的有关斯巴达的孩子们 小小年纪就要脱离父母的描述 这些描述妖魔化了斯巴达 以斯巴达独树一帜的管教手法 来反衬其他城邦国家对本国未来一代的关爱 凸显与斯巴达的差异 尽管孩子们平素不与父母一起生活 但他们或准与父母保持联系 还可以回家过节分担农活 温馨的亲情默默滋长 孩子们的成长力也令父母感到自豪 国家视儿童为国家资产 而非父母的个人资产 正因为如此 国家鼓励儿童要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一般尊敬长辈 年长的男性都被称为父亲 斯巴达人赞成 应该举全民之心力来训诫青少年 斯巴达少年21岁毕业 并取得了完全公民权 肩负起了相应的义务 21岁之前 他们要为斯巴达市的教育献身一年 以教官的身份管理60名孩子 他们以这种方式展示了 如何在实际生活当中 切实的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 并且向这些孩子证明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六种方式 幼儿学龄 别父母 你敢想象七岁的斯巴达的孩童 被迫和妈妈分开的残忍的场景吗 在斯巴达 孩童属于国家而不是家庭 这个已经成了整个国家的共识 在孩子七岁的时候 他们就要永远离开父母的怀抱 开启了斯巴达式教育的这种模式 或者进入政府赞助的学校 接受军事训练了 大约六十个年龄相仿的斯巴达孩子会被分配到一个组 称作一个连队 一个由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担任叫指导员 指导员的职责是管理一个连中的孩子们 教导他们如何成为年轻的战士 训练期间 孩子们通过搏斗比赛加强他们的力量 他们还学习骑马游泳和格斗等等 惩罚也是非常残酷多变的 如果孩子们在接受惩罚的时候大声叫喊 就会再次受罚 直到能够默默的忍受痛苦为止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男孩子们会参与鞭持比赛 拿鞭子打 拿主板子拍 就这种比赛 看看谁能够忍受痛苦 谁能够忍受长时间的痛苦 小男孩们在指导员家里吃饭 也不再和他们的父亲一起用餐了 指导员会利用这个机会测试孩子们所学的知识 同时向他们传授斯巴达的军事文化和历史 要求他们直接睡在芦苇的床上 不许用毯子 以防止他们身体变软 不能忍受极端的天气 然而 即便是在军事训练期间 斯巴达依旧崇尚民主 推崇在日常生活当中 践行这一原则 正因如此 连队当中的孩子们 有权选举自己的领导 对谁是自己的领导 有一定的决定权 这是太民主的一种想法 一种做法 好了 下来让秋雨和唐给各位打个招呼 今天晚上来的人特别少 郑秘书首先出场了 耍来了 Hello 我最近在听美国史 好了 辛苦 美国史是我最早读的 没读好 张绍红你好 以梦为马 你好 其实天天群里见 我默默的关注 你好 金刚粉几点开始的 八点半开始的 下来让我看看还有谁来了 刘波你好 送出招财猫 谢谢 下来 好了 我接着说 第五个教育方式 残酷的斯巴达式的教育 饥饿的斯巴达儿童 斯巴达人认为 孩子必须接受训练 来应对生活当中最困难的挑战 他们从来没有给孩子一个轻松的人生旅程的这种意识 因此斯巴达式的训练残酷粗暴 男孩子们需要掌握足够的数学文学艺术和音乐方面的知识 以便成为自由的思想者 教练训练士兵必须要服从指令 他们还意识到在激烈的战场上 如果士兵落伍或者失联 则需要独当一面 男孩子要学会谈吐得体 古希腊语注重运用修辞技巧 斯巴达人凭借他们精炼的语言而受到尊敬 简明这个词便是从古斯巴达产生的一种语言 就是你说话要干净利索 不要拖泥带水 严酷的斯巴达式的训练 让男孩子们身体变得强壮 坚韧不拔 如果食物常常供应不足 让男孩子们知道挨饿是什么感觉 对饥饿的孩子来说 要常常的偷窃食物来补充他们的饮食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那些被抓到的人会受到惩罚 因为他们偷窃的本领不高 这种感觉有点像训练 他们为江阳大盗 任何一个看起来体质虚弱的孩子 都可能被受到嘲笑 而不是得到安慰 女孩子们通常和男孩子一起训练 也会利用一些公共的假期 和其他的一些活动 来取笑那些 他们觉得偷懒 或者训练不够刻苦的男孩子们 第四种方式 男孩子承载着秘密警察的未来 秘密警察期 秘密警察期待男孩子加入自己的行列 斯巴达社会底层的人员过多 古时候斯巴达城邦的居民占少数 奚落人和奴隶劳工构成了人口的绝大部分 如果在大规模的叛乱当中 底层的民众联合起来 他们将有可能推翻斯巴达的等级社会 斯巴达人民害怕发生叛乱 所以经常恐吓甚至大批杀害奴隶 来控制他们的人口数量 防止他们变得强大 或者组织反叛 在那个时代 斯巴达是教育看重年轻的男孩子 因为他们可能成为领袖 这些男孩在训练结束的时候 要参与斯巴达奴隶主的残酷 残杀 残杀这个奚落人的恐怖行动 每一年 斯巴达的领袖都会对奴隶宣战 进行残杀 这些残杀者带着刀具闯入村庄 大肆的杀害奚落人 目的是让这些幸存者畏惧 以便日后顺从 按照命令 残杀者将奚落人视作猎物 对他们进行暗杀 倘若暗杀失败 暗杀者将面临公开的鞭刑 拿鞭子抽 参与残杀奚落人的恐怖行动 可以说成是秘密警察的必要过程 就是你成为秘密警察的必要过程 和入伍的仪式 所以参与暗杀活动极其重要 只有那些服务过赶死队的公民 才会有晋升的可能 因为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愿意为斯巴达做任何事情 第三 第三 叫鸡肩有礼 鸡肩无罪 鸡肩盛行于古斯巴达 鸡肩鸾童令人震惊 成年人视幼童为性对象的想法令人作偶 但是在古希腊 鸡肩鸾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成年人和幼童的肌肩关系被认为是相当正常的 可以接受 斯巴达更是前卫 甚至鼓励恋童的关系 所以斯巴达的同性恋 这种欲望表现的非常突出 他们倡导运动员裸体竞争 身体涂上油 以此提升视觉的刺激体验 未能和男童相恋的男人会深深感到羞愧的 因为他们缺乏让男童喜欢的魅力 斯巴达鼓励男童去寻找爱人 如果他们找不到真爱 也会被人认为是失败的 男人积极地寻找合适的恋爱伙伴 但恋爱成功与否取决于男童的态度 因为男童可以选择开始和结束这段恋爱关系 如果有两个人同时对一个男童大献殷勤 他们便可以一起教导提升男童 在很大程度上和男童相恋的男人 要为男童的军事训练负责 如果男孩子在执行任务当中失败或者犯了错误 他也将会受到惩罚 但对和男童相恋的男人来说 惩罚会更加严重 因为他训练男童的任务失败 没有成功地教导他的学徒 尽管基间这个词在雅典文字当中 可以照字面翻译成为斯巴达式的恋爱 但斯巴达人这样的浪漫关系 是否完美圣洁 尚存争议 第二个叫做女孩子也是后传人 裸体水中的比拉多古斯巴达人可能并不差 与多数的古希腊人不同 在斯巴达社会里 女人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她们是下一代勇士的孕育者 因此她们接受着国家普及的教育 身体得训练的维持最佳的健康状态 来确保她们有足够的受孕机会 女孩子从七岁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男孩子接受斯巴达式的教育也是七岁 女孩子们将在学校生活几年 直到结婚之后才会回到父母的身边 斯巴达给女孩子们灌输的教育思想和他们的兄长一样 就是要有教养 学习诗歌历史 读写和绘画等等 斯巴达女孩子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锻炼 只穿一条短裙 甚至不穿衣服也没有关系 这与其他的希腊女人不同 因为这个原因 其他的许多的希腊人会鄙视斯巴达女人放纵的这种道德 社会接受甚至鼓励年轻的女孩子与年长女性之间的性关系 女孩子18岁的时候将会参加公民的公民权的测试 他们通过展示自己的知识和健康的身体来证明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如果失败了 他们将会成为边区居民的一员 只要他们通过了公民权的测试 就有权结婚 他的伴娘会帮他剪头发 而且他将会穿上男人的衣服 这对快乐的新人将会溜出去一个晚上 他们在男人年满30岁之前会继续的以私密的方式见面 在古斯巴达通奸行为并不可耻 在某个时代 斯巴达女人和不同的男人生孩子的现象很是常见 最后一个也是第一个 尔利之前要群居 即使是斯巴达男孩通过了公民权的测试 成为正式的社会成员之后 也要为国家的利益而活着 斯巴达市的教育毕业之后 公民要依法参加每次接收15个公民的公餐 也就是在一个食堂大家一块吃饭 他们会一生保留这个会员的资格 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 取代了令斯巴达人感到陌生的传统核心家庭的模式 斯巴达人在30岁之前都以公餐为主 大家合在一块吃饭 他们可以在30岁之前结婚 斯巴达也确实会鼓励他们在尔利之年结婚 在尔利之年之前结婚 在斯巴达只有最初的建设者的后代才能成为公民 使得繁衍新一代的斯巴达人显得意义非凡 为了防止后继无人 人人都要为生育子嗣做贡献 斯巴达人的婚姻彰显出了实用主意 为了生育子女连配偶之间的真感情和爱都被认为是弱点 因为这很有可能会让履行军事职责的男人心不在焉 男人30岁之前要和女人分开生活 30岁之后可以不再参加公餐 尽管分居还是有第九天长的夫妻的 斯巴达男人只有到了30岁 有能力任公职的时候 他才可以到自己的农庄和妻子生活 当然了社会更希望30岁以上的男人 把公餐当作每日的饮食 斯巴达人对于童年的看法显得荒唐 粗也甚至古怪 这与我们大不相同 他们可能急于想要孩子 但想要孩子是想给国家牟利 而不是因为孩子能给他们的情感 带来依恋和成就感 这就是了不起的 也非常怪异的 斯巴达人对自己孩子的培养 说到这的时候 秋雨和唐们用了这么长时间 在说斯巴达人对自己孩子的培养 目的只有一个呀 你看那个就是斯巴达克斯斯巴达克奇 你看那里面那个演员啊 每个人都是那么有形啊 真是长得特别帅 男人长得特别具有阳刚之美 女人呢长得特别美丽动人呢 那个人种啊让人看着就舒服啊 这个叫啥呀刘波说一直在追老师的分享 论语已经全部回听完了 真真真希望老师会继续 会一直默默关注 助关注我社会需要多一些向您正面的声音 谢谢 那个我会继续的 下来我们的正秘术不停的给我发这个 发这个字幕啊 这个纳梦不觉说 纯洁美好的 身体力量美学 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很多少年的学生 噪音是和谐也来了 好了 但是现在呀有一个问题呀 你想斯巴达人呢 这样残酷的训练自己的下一代 可是到了二战的时候啊 却出现了问题了 莫索里尼呀 领导的那个意大利的军队 竟然还跟那个希特勒呀 联合到一块 还有日本呢形成了这么一个同盟国呀 结果呀 这个这个莫索里尼呀 只能给这个希特勒添麻烦呢 希特勒今天帮一下 明天帮一下 可是莫索里尼不争气呀 没想到一个 意大利呀 这么一个 老早以前有斯巴达克式的 这么一个英雄的民族 到了二战的时候啊 却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差的 没有任何战斗力的部队呀 我在读那个 意大利简史的时候 其中在后期有一个细节 大家可以听一听 是昨天吗 还是前天读的一个内容 就说呀 几千个意大利人 竟然能向一个美国的散兵的 战斗员投降 向一个美国人投降 你说说 这不都成了笑话了吗 当然了 在人世间呢 到处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笑话 只不过是我们没遇到 或者我们认为那是个笑话 也许当时在那一瞬间 可能也只能那样做吧 所以咱们再跳一下 来说一下 莫索里尼是怎么死的 哎 莫索里尼死的时候 很可怜呢 被人给倒挂着 包括跟他的情妇在一起呀 这是谁呀 赵云士和谐你好 1943年的5月 英军将全部德国的法西斯军队 赶出了非洲 7月英美联军登陆西西里岛 盟军反抗法西斯战争 侵略战争的胜利曙光 已经开始显现 莫索里尼陷入了内忧外患的煎熬之中 他把意大利国家的命运 绑在了德国法西斯的战车之上 战争的惨败 使意大利陷入了崩溃的深渊 一时之间民怨沸腾 国内反法西斯运动不断 人们痛恨莫索里尼 正是他把意大利引向了绝路 意大利法西斯统治集团 在内部的一片反对声当中分崩离析 包括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尔三世 陆军元帅叫做巴多哥利奥 还有外交部长西亚诺 也就是莫索里尼的女婿 都是在暗中策划的推翻 莫索里尼的统治 7月24日 在意大利中断了四年的 大法西斯委员会复兴 复会了又重新开会了 会议决定恢复有民主议会的 君主力限制 并通过了将莫索里尼的全部权利 重新交还到了意大利国王的决议 25日 国王埃曼努尔召见了莫索里尼 告知他已经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随后他被装进了一辆救护车押走了 到此 莫索里尼才如梦方省似的明白 自己已经成了阶下囚 几经周折 他被送到了大萨索山 27日 新上任的意大利的总理 陆军元帅巴多哥利奥 宣布解散法西斯党 大家要知道法西斯党 可不是希特勒创建的 最早最早的时候是莫索里尼创建 消息传到了柏林 希特勒还救出了这位难兄难弟 亲自策划了一个名字叫做 像树的营救计划 9月12日 金汉的德国特种兵 以空降突袭的方式救出了莫索里尼 之后 莫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的萨洛 组建了一个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傀儡政府 然而这个短命的政府 很快在1945年的4月就消亡了 4月25日 赶到大势已去的莫索里尼和他的情妇 叫做佩塔奇 佩塔奇 离开了米兰逃往了瑞士 28日 莫索里尼及其情妇化妆成了德国兵 出逃 被在东哥附近的意大利的解放组织的游击队员给捕获了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 最后 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 处他们死刑 在科莫湖边的墨村之外 莫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叫做佩塔奇 在两声枪响之后变为了死尸 然后啊 1945年的4月29日上午9点30分 莫索里尼的尸体被游击队员拉到了米兰 他被以一种最羞辱的方式吊在了米兰最热闹的托雷托广场 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观看这个大战犯的下场 莫索里尼和他的情妇的尸体被倒挂在一座车库的大梁上 负责看守这些尸体的士兵根本无法阻止愤怒的群众 他们将满腔的怒火都发泄在了这两具尸体上 向他们吐吐嘛 用脚踢向尸体上开枪 甚至有妇女在莫索里尼的尸体上撒尿 后来他们的尸体被倒挂在了广场上的加油站的旁边 莫索里尼的尸体随后被运往米兰大学的医院 最后莫索里尼的尸体被葬在了米兰叫做墓索科区的一座坟墓里 坟墓上除了编号384之外没有做任何标记 一年之后一些法西斯的顽固分子倒走了莫索里尼的尸体 意大利政府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又把他寻找回来 随后的12年之内 莫索里尼的尸体今天被倒走 明天又被弄回来 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 1966年的3月 美国一名外交人员前往普雷达皮奥 拜访了莫索里尼的遗孀叫做拉卡拉 此行他是莫索里尼的大脑切片物的物归原主 原来美国人一直觉得这位独裁者是个疯子 他死去不久 在美国军方的要求下 医生从莫索里尼的头颅当中取出了一些组织 脑组织进行研究 他的脑切片一直放在华盛顿的伊丽莎白的精神病院当中 事隔数十年之后 莫索里尼的尸骨才终于得到完全的安歇 历史向人们阐释了这样一个真理 玩活者必自焚 生前受人痛骂 死后也会不得安宁 有的时候想想这个历史特别特别有意思 也特别特别好玩 怎么今天晚上没有人跟我在一块聊天 咋只有这么这么一百多个人吗 我们接着看吧 这个意大利的发展也就是西罗马帝国的兴衰 下来就要谈到一个问题了 中世纪的时候由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意大利地区随着著名的中世纪的 随着中世纪的封建制度 变成了以城邦发展为主体 梵蒂冈在中世纪对意大利以及全欧洲 有着长远的影响 下来咱们就要说一下梵蒂冈 梵蒂冈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 说到梵蒂冈的时候 那就得说到世界上有那么几个秀真型的小国家 比起那些旅游资源丰富的大国 这些秀真小国呢 甚至需要旅行者拿着放大镜才能在地图上找到 他们在大国的夹缝当中生长 大都与大国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 他们独特的地理位置 唯美的自然环境往往是旅途当中的一大亮点 那么到底欧洲有哪些秀真国家呢 秀真国家的概念在国际上并没有严格的定义 一般指的就是领土面积比较狭小 海域范围不大 这种国家 其中一些由于领土问题而被没有 还没有被广泛承认 那就说还可能领土啊 这块还有争议全世界有190多个独立的国家 注意我现在看的这个是2019年4月30日 那也说到2019年4月30日有190多个独立的国家 其中面积不到1万平方公里的有33个 我们称之为秀真国家 你想想大家可能还不清楚 面积不到1万平方公里就有33个都属于秀真国家 那么欧洲有哪些秀真国家呢 其中就有梵蒂冈呢 欧洲的秀真国家有城中之国梵蒂冈 海滨公园摩纳哥 钢铁大国卢森堡 闪光的石头 列治敦士登 比利牛斯山国安道尔 地中海的心脏 马尔塔 国中之国圣马利诺 还有维纳斯的故乡塞浦路斯 虽然欧洲有以上的小国家 但是传统上五个秀真国家是公认的 梵蒂冈 摩纳哥 圣马利诺 列治敦士登 还有安道尔 我们首先说一下梵蒂冈 是罗马的城中之国 这就是今天我们说意大利呀 不能躲过这个梵蒂冈 梵蒂冈的国土的面积有多大呢 说起来能把人吓坏了 梵蒂冈的国土面积是0.44平方千米 也就是0.44平方公里 人口有多少人呢 可能还没有你社区人多 人口一千多人 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位于意大利的首都 罗马城西北角的 梵蒂冈的高地上 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 梵蒂冈是天主教会 最高权力机构圣座的所在地 也是教宗驻地所在地 领土包括罗马教廷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场所 圣彼得广场 世界第一圆顶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 保存无数古代的文明珍奇 旅游人数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一的大型的博物馆 叫做梵蒂冈博物馆 你可不要小看这0.44 0.44平方千米 人口一千多人 这么一个小国家 可是在宗教当中呢 甚至都没有一个村子大 我跟你说 坐着滑板去西藏 甚至都没有一个村子大 今天人好少 只有19个人 也不知道 大家现在都不爱听吗 还是喜欢听我的回播了 或者今天晚上 大家明天是不是上班了 好了 那个不重要 你想个梵蒂冈啊 这么小一个地方 可是却是全世界的宗教的一个圣地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拿现实当中的0.44平方千米 人口一千多人来看 它就是最小的国家 有时候最小的国家 在精神方面也许是最大的国家 还有一个国家叫摩纳哥 香车古堡 地中海 摩纳哥的国土面积 远远的大于刚才所说的梵蒂冈 梵蒂冈是0.44 摩纳哥多少 1.95平方公里 是仅次于梵蒂冈的世界第二小国 它虽不及一个村落大 却拥有极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举办着万人瞩目的世界赛事 运转着欧洲最悠久的大型赌场 摩纳哥主要是由摩纳哥旧城和随后建起来的周围地区组成的 因此被称为城邦国家 除了南部海岸线靠近地中海 全境的东西北三面 均被法国包围 由于没有机场 所以去摩纳哥都会途经法国 从蒙特卡洛大赌场到摩纳哥城堡 古老城堡 香车美女 杂技豪赌 就如同摩纳哥曾经的王妃叫做格丽斯凯利一样 永远是浅效名谋 灿烂华丽 这些小小的国家呀 我们总觉得好像自己有个泱泱大国 就觉得小国家呀 哎呀那简直不屑一顾 实际上这些小国家呀 因为它小 因为它有历史 因为它有自己不同的这样一种 城市的主干的这么一个运作的这么一个经济的龙头 所以呀这里的人呢生活非常幸福 下一个就叫做圣玛丽诺呀 圣玛丽诺 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 圣玛丽诺是世界上最秀珍的国家之一 它的面积远远大于刚才所说的摩纳哥 它是60.75平方公里 人口还不够三万 位于欧洲的南部 意大利半岛的东部 整个国家被意大利包围着 是一个典型的国中之国 也就是大家记好 意大利这块有两个国中之国 一个是范蒂冈 一个是圣玛丽诺 这样一个仅靠步行半天就能走完的小国家 之所以吸引众多游客的目光 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风光秀丽 有为数众多的特色建筑 还是因为这里有文明侠尔的游票王国 和每年在这里举行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这种比赛F1比赛 此外圣玛丽诺全国上下 没有一盏红绿灯 交通全靠自觉 整个国家是安静和谐 你说说多了不起 下一个列支敦士登 阿尔卑斯公国 列支敦士登坐落于欧洲 阿尔卑斯山的莱茵河谷 西林瑞士 东林奥地利 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 其面积是160.5平方公里 首都叫做瓦杜兹 也只有一条街道而已 列支敦士登没有国王 也没有军队 犯罪率基本是零 你想想让人多么羡慕 但他却有壮丽的欧式的城堡 以及阿尔卑斯山的美景 作为一个买来的国家 列支敦士登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可以对外出租的国家 租客可享受国家领导人般的待遇 整个国家大约有80位警察可供差遣 并且可以在临时货币上 印上自己的头像 就好像是真正的国王一般 比方说咱举个简单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秋雨和谈 现在膨胀的很 钱多完了 我想当国王 哎呀你说到美国吧 你跟人家国家总统商量 人家不愿意让你当 你到意大利吧 意大利也不想当 但是你走着走着 哎到了这个安道尔的 不是安道尔 列支圣玛利诺 然后圣玛利诺说 那你可以吗 你只要给我们交钱 我们大家向你称臣 实际上人家通过这种方式 想挣你的钱呢 只有80多个警察供你取钱 下来还有个小国家 叫做安道尔 法西之间的免税天堂 安道尔是隐藏在 比利牛斯山上的一个 欧洲迷你小国 家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 所以叫法西之间 是九世纪的时候 查理曼帝国 为了防范摩尔人的骚扰 而在西班牙边境地带 建立了一个小缓冲国 因为地处高山地带 安道尔也被称为 欧洲地势最高的国家 没有之一 因为免税 安道尔被称为 欧洲的购物天堂 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安道尔十分依赖旅游业 整个国家没有税务部门 所以在安道尔买烟酒之类 都会非常便宜 全国加起来也有一千多家 各种免税商店和购物中心 首都安道尔 首都安道尔城是最主要的购物之城 好了 刚才借助于我们讲意大利史 这个大结局 来说了欧洲这么几个小国 你发现没发现 小国不小啊 小国不贫呢 小国有民主啊 小国可能更有自由啊 所以小国山清水秀啊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小 就抹杀了他的那种幸福感 一说到意大利啊 秋雨和唐还想再跳一下 你看意大利那个地图 那个形状啊 就像是一个 就好像是一个鞋 就好像是个脚啊 胳膊那个腿的一部分 所以人这个足球好得很 意大利国家的男子足球队 是意大利这个足球协会 所领导的国家级别的足球队 参加国际A级比赛 曾赢得四届世界杯的冠军 和一次欧锦赛的冠军 传统的主场球衣是 蓝衣白裤蓝袜子 象征着地中海的颜色 所以意大利这个国家呀 这个球队呀 非常非常厉害 现在呀 这个意大利的球队呀 让我能感觉到 这个斯巴达人那样一种状态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接着说 今天呢 咱们本身就是个大杂贵 只要比比句句都落在意大利上 就好办了 因为这是在意大利简史当中 它没有涉及到的这些内容 我跟大家在这聊一聊 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 民族国家的意大利 却姗姗来迟 在法国的拿破仑的军事行动 意大利各个城邦都被它征服 由拿破仑化成了意大利王国 啊 也就是拿破仑才把它真正变成了一个意大利王国 有了这么一个雏形了 这是现代史上意大利的第一次统一 但这个王国持续不了多久 没持续多久 当拿破仑在1815年战败投降之后 欧洲列强召开了维也纳会议 重新划分欧洲 意大利王国被瓦解 回复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多个城邦国 当中中部被划为教皇国 由梵蒂冈长管着罗马 奥地利帝国的势力 也是渗透到了威尼斯和意大利东北部 不知道大家听懂没听懂 原来意大利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它有好多好多城邦国家 比方米兰国 那个威尼斯国 什么罗马国 是不是 包括现在还有梵蒂冈国 所以它是慢慢慢慢形成的 统一后的意大利 渐渐的涌现出了殖民主义的意识 意大利曾经在1911年发动了 一土战争 夺取了北非的利比亚沿岸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 1915年意大利向同盟国宣战 在没有积极参战的情况下 成为了战胜国 取得了东非和巴尔干半岛的部分的土地 1922年法西斯独裁独裁者叫做本尼托莫索里尼当选总理 掌握了政权 进而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结盟 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轴心国的一员 1942年反对莫索里尼的意大利国王发动了政变 逮捕了莫索里尼 并加入了同盟国集团 与轴心国作战 1946年的6月2日 一份关于结束军主制政体的备忘录 标志着意大利共和国的诞生 1948年1月1日 新的宪法盛效 也就是1948年的1月1日 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崭新的意大利 实际上说到意大利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繁琐的东西 就叫做十字军东征 这个十字军东征 哎呀 它分成好几个阶段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有三次十字军东征 你比方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部分部队陆路长途跋涉 达到四千多公里 你想四千多公里呀 工业时代之前的农耕文明的远征 可能也就是亚历山大能与之媲美了 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拜占庭提供了一部分后勤 还有热纳亚舰队驶往地中海沿岸 然后运来了工程武器工程器械 不然呢 以古代的后勤条件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走四千多公里呀 第二个兵力其实并没有多少优势 十万以上的数字那是农民十字军 歧视十字军也就是四万人 所以啊你看看当时十字军东征啊 没有我们想象的是大部队的开拔呀 骑兵实际上可能只有五千人左右 而且十字军呢 是远在远在本土将近万里之外的亚洲作战 在进入安纳托雷亚开始 深入敌境完全就是一支悬军呢 孤悬在海外呀 没有人没有补给呀 得不到多少人员的急养补充 反而因为疾病和瘟疫的侵袭 而不断的大量的解缘 大军缺粮断补也是经常发生的事 因此到了后来不得不开始吃人肉来补充了 第三个除了十字军骑士身上的锁子甲 当时的一般弓箭把它射不穿之外 其余的装备在优势上也不是那么明显 而且第四个呀 他的部队呀鱼龙混杂呀 哎有的时候我就想啊 哎你说这十字军东征吗 哎为啥要有十字军吗 十字军是啥吗 哎大家一想哦 十字军哦那天主教的标志不就是十字架吗 对由天主教士兵组成的军队 曾参加了十字军东征 士兵都佩戴着十字标志 因此称为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干啥呢 保护朝圣者和反对吉哈德的扩张 以及从伊斯兰诸国手中拯救半奴隶和奴隶 实际上也是一次宣扬自己宗教的过程啊 那是教会派出去的军队 或者说是对宗教的虔诚 然后集结在这教会的旗帜之下 所以十字军东征啊 整个过程啊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非常残酷 大肆的杀戮 第二个非常不正规 经常会出现冰找不着酱 酱找不着冰的这么一种局面 第四个 第三个呀 最后啊 也就不了了之了 实际上啊 他走到哪里 就是洗劫哪里呀 下来啊 秋雨和唐 重点来说一下 啥呀 重点来说一下 这个 我读这本书啊 自己的一些感受 下来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 我自说自话啊 秋雨和唐老师晚上好 萝卜湖 今天咱们 哎呀 凋零的很啊 只有这么二十多个朋友 跟我在这先聊 没事 咱们慢慢聊呗 我读的这个版本呢 是江乐兴写的意大利简史 哎呀 的确是意大利简史 写的太简单了 我觉得仅靠这一本书 了解意大利 肯定是一个线索 非常非常粗的一个线条 某一章 某一节 可能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种 简明的中国历史啊 从秦朝一下就到汉朝 下一章可能就到了 就到了那个那个 三国两进南北朝了 一节就过了整个四百年的汉朝 他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 这么一本书 所以细节不是很多 故事性也不是很强 有点类似于教科书 所以不太适合秋雨和堂 这种喜欢得不得得不得的 这么一种特质啊 不太不太 我不太喜欢这个书 因为他写的有点死板了 但是毕竟要感谢江乐兴 人家编一本书也不是很容易 那个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但是呢我还是想说我要感谢任江乐兴 感谢一个网友啊 他想听意大利简史 于是呢他把意大利简史这本书啊 给我寄过来了 然后我来给这个朋友读 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朋友叫啥名字了 让我看看这个朋友叫啥名字 叫做L-I-S-A 叫做Lisa 我不知道Lisa啥意思 叫做Lisa Lisa 我不知道是个人 他说这里面Lisa好像是个人名字吧 不 我说他肯定是个人名字 那个Lisa 哦对了 L-I-S-I-S-A 被描绘成美丽 有黑 而且还很安静聪明的女孩子 哦 这就是Lisa 这样一个意思 那就说明让我读书的这个是一个小女子呀 所以我才给她写成送给Lisa L-I-S-A 我也不知道我发音准不准 然后我读了呀 有这两三个月了呀 嗯 刚开始读那么 两三集好像还觉得不太适应 里面的人名啊 地名啊 城堡的名字呀 好像跟咱这完全不一样 但是后来呀 我看了一个电影 也是刚才一开篇 我就给大家强烈推荐的 斯巴达克起义 斯巴达斯 斯巴达斯起义 你看了那个之后 我还因为看这个 还看了一些 比方说意大利 意大利呀 这里面还有一个 哎呀 特别有名的一个人 我到底突然忘了 也看过 他也有个电影 叫啥名字 对 Lisa Lisa 不是不是Lisa 不是 发音叫Lisa Lisa 那个叫啥来着 意大利 意大利有名的人物啊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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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哎呀 那个人叫啥来着 意大利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这个应该叫罗马 罗马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意大利 这块可能还不好说 意大利 意大利历史上十大名人 意大利十大历史名人 我看都有谁啊 我看有没有这个人啊 呃 淡丁 淡丁 淡丁啊 写神曲那个 是吧 第二个叫做 托马斯 阿奎纳 这段时间 我读那个第二姓的时候 经常出现这个人的名字 是欧洲中世纪 经院派哲学和神学家 第八位人物是 米开朗基罗 这段我读的名人传里面 已经到了米开朗基罗 哎呀 我读完米开朗基罗 这个人物名人传呢 我才知道 这个人太可怜了 不管他的婚姻 他的事业都可怜的很 他最有名的一个雕像 是大卫 还有他 还有一个圣彼得教堂的圆顶 都是他所设计的 还有一个巨型的壁画 叫做末日审判 第七位叫做 马库斯 图里乌斯 西塞罗 这个人呢 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一个 哲学家 政治家 律师 作家和雄辩家 下来就是军事坦丁大帝 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宗教的罗马皇帝 下来还有这么一个人 叫做神探伽利略 伽利略 意大利的物理学家 数学家 天文学家和哲学家 然后呢 史蒂芬霍金就说呀 自然科学的诞生 要归功于伽利略 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还有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 乌大维 图里 图里努斯 这个我读书的时候也读到了 乌大维 这个人我也非常喜欢 哦 对了 对了 乌大维是凯撒大帝的生孙 就是外甥孙子和养子 对了 刚才我就说是凯撒 还有个电影是凯撒大帝 不妨大家也可以看看 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了 意大利的十大人物 我们就接着说下去吧 达芬奇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候 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每每我读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候 我就觉得意大利也太了不起了 哎呀 意大利呀 妈呀 诗庸格主 笑话我说不清楚 一阵月光终于来了 让我眼前一片昏暗 下来是克里斯托佛 哥伦布 非常了不起的 他是出生于中世纪的热纳亚共和国 在意大利的西北部 在西班牙的天主 教君主的赞助之下 他在1492年到1502年 四次横渡大西洋 并且成功的到达了美洲 他使得普通的欧洲人知道了美洲 他的这些航行啊 以及在伊斯 帕尼奥拉岛建立永久居民点的努力 拉开了西班牙殖民美洲的序幕 然后第一位就是刚才所说的凯撒大帝 古代罗马还是共和国 行政和国家大使都要靠元老院 元老院长元老院的长老们共同决议 而偏偏凯撒大帝就是要独裁 为职而乌大为的罗马帝国打下了充实的基础 这就是意大利十大名人 所以呢 邱宇和堂啊 读了这本书之后 对这个凯撒这个人的印象啊 非常好 只不过最后凯撒死得很可怜 被人用乱刀捅死 可怜完了 所以历史上啊 包括今天呢 邱宇和堂还在看一个电视联系剧 咱们中国拍的叫东周列国志 今天我看的就是 东周列国志啊 到了秦始皇称帝的时候 已经把一件事情给坐实了 在这个东周列国志当中已经坐实了 就是秦王嬴政 就是这个吕不韦的亲儿子 最后啊 嬴政啊 为了消除影响 给他爸赐了一杯毒酒 他眼睁睁的看着吕不韦死在了他的眼前 所以啊 哎呀 这个政治啊 很残忍 这种厮杀呀 没有亲情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所以凯撒是这样 乌大维是这样 包括那些了不起的人物 一般来说 都是这样 所以呢 我在这里感谢的是这个姜乐兴啊 姜乐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毕竟啊 让我看了 这本书在我眼前放着 也不是很厚 也不是很薄 刚好适中 拿在手上啊 也感觉很舒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当你读书啊 时间长了以后 尤其是那些纸质书的时候啊 这个 拿在手里舒服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书啊 要磨缩呀 古时候咱那个书啊 是现装书啊 摸着特别舒服 有一次我还说 我说中国人呢 和现在人完全不一样 中国那时候人呢 用的是宣纸啊 一切都是柔软的 那时候中国人心也是柔软的 你看唐朝啊 宋朝啊 那些人多美好啊 你看看人家写的那些诗 写的那些词啊 缠绵翡策呀 因为人家用的都是丝绸 翻的书 没有哗啦哗啦的声音 现在我们那个书啊 能把你手指头 拉个口子 锋利的很 现在好像所有的一切 好像都是特别锋利 哎呀 人走在路上也容易生气 叫做路怒足吗 还是啥玩意 人人有时候特别容易暴躁 爱发火 所以呀 那个年代呀 那种年代 因为外国 你用的那些东西 你比方宋朝啊 唐朝 人用那些东西 都是特别讲究 哎呦 那香儒啊 小女子啊 在闺房当中啊 是不是 哎呀 男子穿着长袍 手里拿着一卷书啊 哎呀 在那在那银送啊 那种感觉就非常和谐呀 你让那里面出现家暴 我估计可能难度比较大 所以啊 我拿这本书啊 我柔来柔去啊 手感特别好 叫做Luke Fly 说 秦始皇吕不韦哈哈 为新人眼球电视剧 耸人听闻的故事最好 嘿嘿 谁能说得清呢 历史哪有真实的东西吗 难道我们昨天发生的事情 包括今天发生的事情 难道就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吗 不好那样说吧 也算是一种声音吧 就像有好多朋友给我留言说 啊那个这个这个这个人是这样说不对 那个人那样说错误的 我说哎呀 这个不好那样说吧 大家不过就是听另外一种声音吗 但是我觉得郭涛演的那个秦始皇演的特别好 我强烈推荐大家看一下东周列国志 尤其看 荆轲刺锦我觉得演的不是很好 就是那个 这个郭涛演的那个秦始皇 那个小眼神啊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郭牧棉说今天收麦子来晚了 呀嘛 郭牧棉一天辛苦的很 你把镰刀放好了没 别把别别让镰刀把你手割了 要小心的啊 割麦子嘛 割麦子很辛苦的 这个战国篇嘛 对哎你看了是吧 耍耍你是不是看了 耍子的干活啊 这个一枕月光晚上好 音乐之声的大女儿 啥意思啊 音乐之声大女儿 哦 Lisa是音乐之声的大女儿啊 所以人家起这个网友起 就是给我拿这本意大利简史的这个人叫Lisa Lisa 今天我们的第二个主题就是Lisa Lisa 是一个皮肤有黑 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子 她好像喜欢意大利简史 她是说 她好像去过意大利 所以啊 秋雨和唐现在不断的在读这个世界 这儿的那儿的 这儿不同的历史 将来有一天 假如我到了意大利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场景 到了罗马 到了威尼斯 到了米兰 到了热纳亚 到了西西里岛 我也不会感到陌生 我到了梵蒂冈 我也知道这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 只有0.44平方千米 我到了安道尔 我到了圣玛利诺 我也觉着 我原来我已经知道了 我也就不感到突然了 所以呢 我不单纯是给大家备课 给大家做准备 更多的是给自己做准备 秋雨和唐永远坚持一个观点 读书首先给自己读 然后再给别人读 世庸阁主说了 二十年前去的意大利 你看我们世庸阁主多厉害 啥时候把我带上 让我 你绑 把我绑在你的翅膀上 当然我怕把你翅膀弄得倾斜 把你掉到地中海咋办 这个耍说 那是哪的国家 啥玩那是哪的国家 咱们这耍的突然一下冷不丁 问出这么一个特别高妙的问题 所以呢 我想给大家最后说 意大利简史这本书 将来新的这个版本呢 我到今天为止 大收官 大绝集做完了 刚才我那个孙子还给我说 说的是 让我今天给他做个大结局 他也不来 哎 这个孙子可真是孙子 也不让爷爷玩一下 这个很小的国家 很小的国家就是那个啥吗 范蒂冈嘛 零点四四平方千米 就在罗马城里面呢 他四面八方都在意大利嘛 他不但在意大利 他在罗马城里面 所以叫做 是是是一个标准的那类国家嘛 好 带上你 你带上钱 你看师傭阁主永远都说的这么现实 好了 你把翅膀 现在没事 没事你每天先多飞几回 要不然秋雨河堂200多斤把你压坏了 所以呀 到今天为止 你看我就想好好说个话 这些网友就在这胡舟八舟捣乱 影响秋雨河堂这么一个睿智的思路 哈哈哈哈 收割机收的不辛苦 哦这个锅布棉把镰刀没用 是开开着拖拉机 你开着拖拉机来的 哈哈 老家伙这是感冒了吗 哈哈哈哈 一枕月光 哎呀一枕月光 想要你敢在我网友面前嘚瑟 我网友跑到你评量 把你那一枕月光给你遮着 啊一枕月光是我特别好的一个老妹啊 我我在网上认识了好多好多老妹级的人物 啊都是非常好的人呢 好了 最后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然后呢 记住意大利这本书 今天呢 这个大大大大大结局啊 就是胡说八道的 只要所说的大部分跟意大利有关系 我就我就决认 我把我的责任尽到了 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 哎一个小时的大结局永远做不完 一辈子可能都把它说不清楚 更何况哎就凭了一个小时 就凭着秋夜喝糖这么一点小小的积淀 这么一个脑子不太灵性的状态 怎么可能把这个结局做好呢 大家就别抱怨了 好了各位朋友咱们再见了 结局了天气燃燃炎热 老师注意身体多喝茶水 好了各位朋友也保重身体 保重身体 此生就一个目的 听秋夜喝糖的直播 其他的事都不用干了 好了再见